好了 又到了35分钟中广早报新闻的时间 我是代班主播李亚元 今天开始小叶要休假一个星期 所以这个星期都有我在这边为大家做独报的服务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了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2月3号 星期一农历市正月初十 我们来从三大报今天的头版消息开始看 我们先从联合报看起 今天其实这个各报有之一同 头版都是这个消息 那就是昨天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宣布 国内的高中以下的学校要延后两星期 到2月25号才会开学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避免武汉肺炎的疫情 在校园里面发生群聚感染 所以现在这个课程又怎么样能够不耽误呢 本来是寒假比较短 暑假比较长 现在把寒假延长两星期 暑假少放两星期 所以呢是7月15号才会放暑假 为了避免武汉肺炎发生校园群聚感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 昨天宣布呢他说高中以下学校 延后两星期到2月25号才会开学 2月15号不补课 而且呢暑假延到7月15号开始 另外呢家里面如果说有12岁以下小朋友的家长 可能你会需要在家里面照顾小孩 因为他没有去上学了 所以劳动部长许明春 昨天他也在这个会议中表示 他说经过他们的会商 家长是可以在这段防疫期间 申请防疫照顾假 雇主应该要准假 而且呢这个防疫照顾假 不可以视为缺情影响到全情的这个记录啊 讲到了不可以视之为缺情啊 那到底要不要给这个费用呢 就是有没有薪资照发这个事情啊 其实呢在这个部分呢 现在呢因为私人企业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呢还是由个雇主自己来决定 许明春是说雇主一定要准假 不可以要求用试价 也不可以扣全情奖金 不能给予刁难 我们来听昨天呢许明春是怎么说的 是说因为这个防疫照顾假 它是一个特别必要的措施 那这个假它是不可规则于劳工 所以雇主一定要准假 不可以视这个防疫照顾假为矿工 那也不可以强迫劳工用试价 或者其他的价来特别处理 那所以当然如果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雇主也不可以扣发这个全情奖金 解雇或为不利的处分 那我想在这部分 当然请了这个防疫照顾假 那可能会让雇主在人力运用上有所不便 不过我们希望雇主能够共体时间 这个是为了防疫的一个必要 那希望能够配合办理 好其实昨天呢教育部长潘文中 也在这个会议上说 他说在寒假延长两周的这个决定 做出来之后一定有很多家长 会因为必须要在家里照顾小朋友 所以呢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来听昨天潘文中的这个说法 有需要的家长那么可以来申请防疫照顾假 那么这部分雇主也应该予予准假 那这部分主要是希望能够让有需要的家长 在孩子需要照顾下 但这个范围会以小学以下的学生的家长为主 好另外呢对国中会考啊 还有技砖的统测大学指考 这些重大的考试 这个国家级的考试 这个日期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统测中心和大考中心会共同商议 调整考试的范围 不会让考生的权益受损 但目前看起来考程是没有任何要改变 那其实除了这个国中小以外 另外大学会有什么样的应变措施 尤其是很多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陆生港生 目前呢已经有中山大学 冯甲大学 成功大学 世新大学 这多所大学宣布他们要延后开学了 教育部呢今天也决定会找各大学一起来会商 大家是不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在今天呢各报还报道了一个消息 就是除了武汉之外呢 现在温州也被列为二级流行区 其实温州现在是半封城的一个状态 居民禁止入境 武汉肺炎的疫情非常的严峻呢 其实呢除了广东省之外呢 还有浙江的温州市也爆发了社区感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天再宣布 从今天开始呢 要把浙江省的温州市列为二级流行地区 设置温州 涉及在这个温州的大陆籍人士呢 禁止入境了 而入境的民众如果有温州的旅游史 你必须要列入居家检疫的对象 入境的时候若是真的有发烧 或者是有急性呼吸道的症状 要马上送到指定医疗机构裁检 回家进行居家检疫 检验结果呢 如果是阳性 就要依照这个确定病例的处理章程 进行抢制隔离 台湾和温州呢其实是有航班的 定期航班 一个礼拜有七次的 七个航班 平均一天大概有100多人 行程会受到这个影响 另外根据大陆官方的通报 截至2月2号的晚上 8点钟为止呢 大陆地区的这个武汉病毒的 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了14489例 不过今天这个数字呢 看起来是继续有增加 昨天一天呢又多增加了 大概有2600例左右 目前全球的这个累计数字 就是超过了14000例 而且呢现在呢 有超过13万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好那这刚才有提到说 昨天政府说家长呢 如果说你家有小孩的话呢 是可以请防疫照顾假 那最多可以请多久呢 父母可以轮流请 最多可以请到14天 好这个是是否给薪呢 是要看各公司的规定 一般而言 劳工因为你没有提供劳务 所以雇主呢 多半是倾向 这段时间给你假 但是还是不给薪水的一个状态 换句话说是 这个薪水没有办法照领的 好另外呢 今天在联合报还报道了 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陆股今天要开始了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呢 对经济方面当然造成了 极大的冲击 陆股今天在年后是第一天开始 如临大敌 我们台股也跟着紧张啊 人行呢要释出和折合台币 大概是5.3兆的资金 来稳定大陆的金融市场 而国安基金 我国的国安基金必要的时候呢 也会看台股的表现 是不是要考虑启动护盘机制 好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春节的假期结束了 昨天就结束了 大陆股会是今天开始开始 武汉肺炎的疫情扩散 官方如临大敌 不仅是大陆的5个部委 联手推出了30项稳定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 也就是人行啊 大陆的央行啊 宣布呢 要释出人民币1.2兆的资金 折合台币大概就是5.3兆 要降低冲击 路股开盘就压力沉重 台股也绷紧神经 财政部的次长 兼国安基金的执行秘书 阮清华昨天说 他说我们台股呢难免会面临压力 其实我们已经过了一关了 曾经呢 在这个今年青春开红盘的时候 跌了快700点 还好第二天就回稳了 不过现在又一关要过 他说国安基金会密切注意 必要的时候启动机制 来展开护盘 好这个是在股市方面 今天有这样的 在联合报有提到了这个部分 放在头版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呢 今天报道的消息是 滞留武汉的台商包机 终于要回台了 首批会有200人 大陆会派专机全程隔离 最快今天晚上会抵达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目前其实我国还有500多位 我们台籍人士滞留在湖北地区 武汉台协证实 说要踩包机从武汉返台 第一批回台的民众 大概是200人 可能最快今天晚上 就可以搭乘包机回台 由大陆航空公司直接派机 从武汉飞到台湾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个应变官呢 也是机关署的副署长 庄仁祥是表示 他说呢 滞留武汉的台商回台后 不能够马上回家 他必须要到政府指定的隔离地点 接受浅厌隔离14天的时间 指挥官也 指挥中心也证实呢 说已经选定了 两类场所作为隔离使用 一种呢 就是废弃的军营啦 另外还有公务员开会 闲置的一些会议跟住宿空间 将由专人提供食宿 监测这些 在隔离期间 民众的健康状况 预计北中南都会有一个地点 武汉台协跟台办 昨天是表示呢 说武汉各区的台办 已经陆续的发出通知 要请滞留在当地的台湾人 今明两天都要做好 随时准备回台湾的准备 武汉台协会的会长呢 肖永瑞说 首批最快 今年晚上就可以回来 这是目前初步的定案 不过还要等最后的确认 因为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第一批回台的这个航班 由大陆直接安排包机 不会透过华航返台 而根据呢 台北市的这个家长会长协会的 总会长徐正文提供的资料 说现在滞留湖北的 大概是503人 陆配大概占10% 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徐正文表示呢 台湾先前一直用撤侨的方式 跟大陆协商 才会导致进展很缓慢 现在仿效春节包机的形势 送台湾民众回来 这是大陆方面 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 好 这个是在今天呢 中国时报报道了 有关于要接 滞留在武汉地区的台积人士 让他们赶快回来的一个消息 另外今天在中国时报的A2版 报道了这个口罩 依照难求的事情 真的是买口罩 买的真的是好痛苦 你只要看到哪家超商门口 大排长龙 那一定是这家超商 还有口罩没卖完 然后于是呢 大家就大排长龙 甚至于呢 有人七早八早 五六点就跑到超商去问 说你们的口罩 今天的配额到了没有 其实政府呢 统一征购口罩 要让大家都买得到 但市场上呢 根本买不到 超难买的哦 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亲自跑了一趟超商 据说他两个小时之内 跑了八家超商去问 然后都没有买到 他说连我市长都买不到 你说市民怎么买得到呢 他再次炮打中央哦 也建议中央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用身份证或健保卡 来领取口罩 因为有很多民众哦 是好 我这家买完 我再到下一家去买哦 那很可能一个人买了好几份哦 虽然说限额三个 但是他可能多跑几家 他就买到了很多 那别人就买不到了 那所以呢 现在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的 应变官呢 庄仁祥昨天是表示 为了让人人都可以买得到口罩 现在真的考虑要朝记明制的方式 来推出哦 会尽快的把办法想周全了 然后来推出哦 其实昨天呢 侯友宜是火气挺大的哦 他建议中央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哦 他说呢 连他市长都买不到哦 现在到底哦 对于口罩的生产配送 还有最后最末端的这个据点数量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在应该对外说清楚 我们来听看 侯友宜昨天怎么说的 中央每天全国的生产量多少 配花出来多少 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所有的全国市民们 更重要的每一个县市 包括我新北市 配花多少 然后这些配花的量 在生产端到物流的这个中间 物流是怎么样的配花 配花到哪几个据点 要很清楚的公布 这个据点配花了多少片 我们的口罩 这个流程从生产的源头的量 物流的运送 以及到末端的据点 都要很清楚的中央 要公布给大家清楚的了解 侯友宜还说 他说中央担心 有人到处收购口罩来囤积 所以他建议 那你干脆哦 用健保卡来作为一个购买的依据 如果中央可以多一点思考 再推出一些政策 这样子呢 就不会造成新一波的这个社会混乱 其实现在缺的不只是口罩 酒精也秒杀了 酒精也很难买啊 必须要自备容器 每个人还限购4.5公升 这怎么回事呢 现在呢 买不到口罩 连酒精呢 都缺货 所以台湾烟酒公司 在埔里啊 屏东啊 花莲酒厂呢 昨天销售的瓶装500 500ml的这种 95度的这个消毒用的酒精 开卖不久就销售一空了 花莲酒厂呢 加码从 这个3号上午8点开卖 散装的95度的这个酒精 民众要买的话 不好意思你自己带个容器去吧 拿身份证 登记购买 每个人限购4.5公升 但如果你是机关团体 公司行号 那你购买的数量呢 就没有限制啊 这没办法了 现在呢 只能是供给时间吧 虽然很不方便 可是呢 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 大家也就配合一下 另外呢 小朋友的口罩也买不到 家长急坏了 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这个马上在 其实他们没有寒暑假的 幼儿园 我印象中是没什么寒暑假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呢 怎么做好防疫工作呢 为了让幼儿园中呢 临时出现呼吸道症状的小朋友 或者是有临时性 紧急需求的时候 可以调度 教育部昨天是表示啊 政府要用无偿的方式 配送一些儿童的口罩 给幼儿园作为防疫备用的物资 由物流公司 配送到教育部 各指定的服务据点 并且由各县市的教育局 或教育处 通知幼儿园呢 自己前往领取啊 这也是一个办法了 还有呢 其实在这一波疫情的冲击之下 最惨的啊 可能我们大家都关心口罩 酒精买不买得到 但是他们是饭碗保不保得住啊 那就是观光业呢 这个月中恐怕会有一波裁员潮 年后呢 退团不断了 业者担心会不会放五星架了 疫情呢 重击了观光产业 除了先前传说呢 旅行社可能会导个四五十家 另外呢 旅宿业游览车 也会有五星架的问题啊 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肖伯仁说 年后旅行社呢 几乎都在处理一个退团潮 业界的群组呢 每天讨论说你今天退了多少团 我今天又退了多少团 取消了多少客人 预估2月15号以后呢 可能会有另外一波的裁员潮 或者是必须要被迫放五星架了 其实啊 餐饮业者也一样 我最近 昨天到一个这个 还蛮知名的餐厅去吃饭 我就发现 哎 客人少了很多 好像都不用定位 就可以进去吃饭了 过去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春酒的退订 也非常的惨 最惨的 剩下两成了 三月恐怕更糟糕 疫情呢 让大家尽量减少出入公共场所 在这个年后呢 现在是雪崩式的有退订 年前呢 尾压的时候还没这么明显 现在春酒呢 很多人就开始说 他们要退订了 不办了 根据几家大型的这个饭店 包括了金华 韩社 国宾 云品 他们说的比较保守 但是根据透露说双北有很多饭店 春酒定席数呢 剩下本来的一半 最惨的说 他们掉到只剩下两成了 对于餐饮业者来讲 这个冲击 可能比当年的SARS 17年前的SARS 更加的严重 好 这个是今天在中国时报 投版报道的消息 另外我们再来看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今天报道了防堵武汉肺炎高中以下 要延到2月25号开学的消息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说一次了 另外呢 他也报道了武汉台湾人可以回家了 底台呢 就马上送你去隔离14天 全城全人隔离 已经确诊的个案呢 确定不会登机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呢 魏副部长陈时中呢 他则说明 他说专机接运国人回到台湾之后 全城全人隔离 上飞机前先做健康评估 疑似个案就分流或者是分离 确诊个案呢 不登机 机组的相关人员都要做好 全身的这个防护系统哦 绝对呢 不能够让疫情呢 有进一步的这个扩散的这个风险在哦 这是陈时中呢 特别提出的这个说明 好 另外昨天呢 有人大嘴巴讲错话了哦 那是谁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时出身的 所以对于防疫很多问题都会问一下他的意见怎么样 而柯文哲呢 昨天呢 脱口而出 他爆料说台北市也有分配一个隔离的地点 这地点我当然就不再说一次了哦 那这个地点被柯P说出来以后 要不要换现在也不知道 而陈时中表示呢 会是情节的轻重 按照这个传染病的防治法来处置哦 因为呢 这个没有征得中央同意 你是不能乱说的 我们来听昨天陈时中怎么说的 发布这样的讯息没有经过指挥心 指挥中心的同意 其实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规定来处置 好 对于这个现在呢 卫福部可能要开罚 说这个是有相关的规定要处置的 你没有经过我疫情中心同意 你就公布这样的讯息 这个会有一些争议的 面对这个争议呢 其实昨天后来到晚上的时候 柯文哲就变得很低调 他就不肯再讲什么了 而昨天晚上副市长黄珊珊 他出面救火 他说中央的计划 其实是由中央统一调度了 那台北市一定配合中央调度 可是他还是觉得说 市民应该有知道的权利 因为中央的那个相关的计划 其实是由中央统一在调度了 那如果在台北市 我们今天也说明了嘛 我们只要是在台北市的话 我们就一切配合中央的调度 但至于地点的部分 可能是中央或市长 他基于他自己 他的状况我也不太很清楚 但是这个部分我认为 就算如果在台北市的话 还是有必要公开透明 这个事情我们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就算我们希望说 在我们的辖区里面 我们也应该有 我们也必须要配合 那配合的话 我们的市民也应该有知道的权利嘛 可是公开透明可能会引发恐慌 是 所以这个就是要中央做同一个处理 所以到底怎么样处理 我们尊重中央的调度 我们会配合他所有的标准 好所以听得出来 其实黄生然昨天也有点吞吞吐吐了 但柯文哲已经转去低调 他就不再讲这个事情了 好另外呢 今天自由时报在头版还报导了 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美国谴责ICAL封锁挺台的这个推特 国际民航组织就是ICAL 他日前封锁了挺台的推特账号 美国国务院一号发表声明 强调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做法 并且谴责这个做法是蛮横 配不上联合国组织这个称号 美国也再一次肯定 我们台湾在跨国健康议题上相关 而且是可信赖的声音 并且强调 言论自由必须永远要摆在成员国的政治不安全感之上 美国国务院批评这个做法是太蛮横了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好另外呢在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的反面 这个也报道了有关于武汉肺炎的各国防堵的一个情况 他说呢出现了中国境外第一起的死亡案例 这个患者是在菲律宾死亡的 他是一名来自武汉的男性 菲律宾现在已经宣布他们禁止来自中国的外籍旅客入境 菲律宾政府呢是在昨天证实 菲国出现了第一起武汉肺炎死亡案例 这也是呢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起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点死亡的这个通报 菲国卫生部说呢 死亡的呢是一名44岁来自武汉的男子 他是在菲国治疗的患者当中第一个死亡的 他也是第一例肺炎患者的这个先生 上月25号送医救治 病况是在生前的24小时急速恶化 所以在1号宣告不治 在此同时呢菲律宾在昨天就宣布 他们禁止来自中国大陆的外籍旅客入境 好另外一个消息 我觉得这个消息很不妙啊 过去大家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了解真的不够多 一直说是飞沫传染飞沫传染 然后来证明呢接触也会传染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粪口也有传染的风险啊 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病毒呢 可能已经由飞沫接触传播 而变成了进一步的可能是从肛门跟粪便中 有减出病毒 显示呢病毒存在有粪口传播的风险 而且可能会透过粪便污水扩散 所以医师建议民众上完厕所 冲马桶的时候 你最好盖上马桶盖再冲水 而且一定要用肥皂洗水降低传染的机会啊 好这个是最新啊 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患者的粪便里面 也验出了病毒 所以现在呢认为是有粪口传染的这个风险在了 好今天在两家的财经报纸方面的头版 其实也跟武汉肺炎的疫情啊息息相关 武汉肺炎的疫情延烧 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是说电子业已经乱了套了 面板的这个产业链的缺料吹起了涨价风 受到了疫情影响 面板的关键零组件偏光板 因为高达四成的产能是在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呢 很多地方都延后开工了 交通又有管制 所以偏光板供应告急 订单涌入了我们台湾厂商啊 供应链透露呢 近期陆续接到了偏光板厂商的通知 要采啊这个挑单出货的方式接单 如果有紧急备料的需求 只能透过加价或现金交易等方式来拿货 价差估计是7%到8% 等于是变相涨价了 好另外呢 今天台股要打的是半年线的保卫战 因为利空因素照顶 所以内外资的法人对盘市今天都不敢太乐观 主要是大陆股票市场 在年后今天是第一天开盘 虽然大陆砸出了重金啊 希望能够维稳啊 但是能不能稳得住 可能要等今天开盘以后 大家才能看得出来啊 另外国际油价呢 也是节节下滑 下探50美元了 这个OPEC最快这个礼拜 就要紧急开会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不排除扩大减产 因为现在武汉肺炎造成了 这个航空呢 很多航线都停飞了 然后呢 大家也不太出门了 不太到公共场所了 所以呢 对于石油的需求一定会降低的 国际油价呢 近期重挫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伙伴国 最快这个星期 就要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因应之道 策略师估计说 这一波跌势 如果不能够回稳 那么纽约油价可能跌到 一桶在50美元以下 国内汽柴油今天就已经降价了 所以今天你去加油 你会觉得又便宜一点了 每桶呢 在现在呢 中油去 昨天是宣布说 依照油价公示算了 今天凌晨零点开始呢 汽柴油的价格 每公升已经调价了0.9元跟1块钱 这是去年8月以来 单州最大跌幅 工商时报 今天也是报道了 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现在美股重挫 台指旗呢 有追杀 还有陆股要补跌 三个大利空照顶 断头令 蠢蠢欲动 美股呢 1月31号 就上个礼拜五 受到疫情扩散的影响 四大指数是全线重挫 台股期货夜盘 也同步大跌了1.99% 加上陆股的A50指数期货 在大陆封关期间呢 是惨跌了7.5% 所以今天呢 开盘呢 是面临了极大的这个压力 投资人可能是要谨慎小心了 好 另外他也提到了 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 从今天要开红盘 人行呢 马上要开始 护盘放水 1.2兆人民币 折合台币大概是5.3兆 这么大笔的资金 希望能够稳住 整体的金融市场 这次疫情失控 苹果呢 关掉了这个大陆的店面 少卖了上百万只的 iPhone手机 好 这个是在今天工商时报 报导的消息 在今天的头版的联合报 今天在A2版 就是头版背面这边 也报道了大陆目前的一个情况 最新出现的 这是浙江温州 因为他们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 所以现在他们是半封城的状态 只要有吃的 很多民众说 我只要有口吃的 我就不出门了 外卖呢 只能送到社区门口 店铺关门 街上呢 出来的这个人呢 是非常的少 这一次呢 武汉肺炎持续升温 浙江的确诊病例是仅次于湖北 排第二多的 其中半数都在温州市 所以现在温州也实施了半封城的管控措施 限制呢 每户 每天呢 每两天呢 只准许一个人外出去采买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的流动 来控制疫情的发展 另外呢 为了要对抗武汉肺炎 四类人员隔离收治 新增病例要日清日节 而且其中他们要抢盖医院 因为医院不够用呢 现在怎么办呢 他们八天就盖完了一个叫做火神山的临时医院 今天正式启用 大陆的专家到底怎么看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会到一个关键期 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工程学院的院士 也是呢 这个国家科学专家小组的组长钟南山 他昨天晚上是说 目前全大陆的疫情呢 处于上升期 但是他判断应该不会产生全国性的大爆发 只是局部爆发 他研判呢 疫情可能在未来十天到两星期左右出现高峰 面对这个疫情的最有效最原始的方法 还是早点发现早点隔离 另外在深圳广州也爆出了社区感染的消息 好 这个是在各报今天头版呢 主要的新闻 还是绕着武汉肺炎传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呢 再来看看内夜还有哪些其他的消息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放出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文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中文 好 欢迎大家再回到 三十五分钟的早报新闻 我是代板主播丽雅元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在各报今天内夜 有哪些消息 今天那夜其实还是 武汉肺炎的消息 还是占了相当的篇幅 其中在联合报今天 A4版报道了 意大利对我国禁航 吴钊燮炮火猛烈 猛轰WHO世界卫生组织 武汉肺炎的疫情延烧 意大利竟然把我国 列为禁航的对象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只有实力确诊 而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昨天开了国际记者会 表示他非常遗憾 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不过他仍然会再继续交涉 而且意大利已经同意 我方可以先派三家空机 去把滞留在意大利的国人 给带回来 吴钊燮称 意大利的决策 是基于一个错误的积蓄 而这些资讯是来自于 世界卫生组织疫情统计 把港澳台都纳入了 中国的范围里面 所以呼吁WHO 要公开承认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部分 另外呢 蒙古也进港澳台 拒绝我国的足球队 入境参加比赛 台电的男子足球队呢 本来呢 是要到这个蒙古 去参加比赛的 结果没有想到呢 却没有办法进去了 现在呢 希望是不是还有一些 转环的空间 好 另外昨天吴钊燮在这个记者会上 炮火也很猛 他说呢 WHO的秘书长 谭德塞 还有疫病执行主任 莱恩 对于 他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赞扬中国大陆的防疫做法 让很多台湾人呢 都想问 说这些人是否是住在一个平行时空呢 这些人是在说哈喽吗 而武汉肺炎的疫情延烧 国民党的前任主席朱立伦 昨天呢 他也呼吁说两岸呢 对于这个防疫 应该要 有四个期许 同时呢 拉高分贝 严正的呼吁 北京政府 应该要正式大局 立刻停止杯葛 阻挡我国 加入世卫组织 他说政治的归政治 防疫的归防疫 好 这不晓得中国大陆听不听了进去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联合报今天 A3版报道的是崩溃啊 家长两头烧 谁敢请防疫架呀 延后开学整个乱了套了 在家防疫 怕被扣薪水 还是送到安清班吧 好 安清班来了 补习班 安清班 暂时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可是他们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防疫的漏洞呢 因为他们毕竟是私人机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准备够吗 四个决策不周 有可能会引发新的民怨 高雄市的汉民国小的校长 焦西昌就认为 他说政府防疫政策 变动很快 最好可以提出一个完善的配套措施 不要让学校跟家长无所适从啊 也有补教业者说 延后开学等于是把防疫的工作 现在丢给他们私人机构了 这个呢 防疫工作 他们到底承担的有多大的压力 可能真的是 也是很大的问题啊 另外呢 这个口罩之乱加上开学之乱啊 这个决策不周 是不是会引发一些新的民怨 今天联合报的新闻也呢 也做了一番的这个评估啊 他说呢 痛批这个决策过程是太粗糙了啊 说私立幼儿园 安清班 补习班 都不在防疫的措施内 可能会有防疫的大漏洞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今天联合报还报道了A5版啊 说美东也沦陷了 波士顿确诊 美国的第八起确诊病例 现在有好多国家 纷纷禁止进行 访路的外籍旅客入境 俄罗斯喊停大陆人士 免签证旅游以及工作签证 武汉肺炎呢 现在在全球啊 都是啊 这个避之有恐不及啊 日工啊 这个一号那天呢 美东也出现了确诊病例 这是在麻州 患者呢 是波士顿的一个大学生 他曾经在中国大陆 湖北省旅行 这是美国境内 确诊的第八起 武汉肺炎的病例 也是美国东岸 发现的第一起 好 再下来 我们看一下 在今天的 其他新闻方面 外交有突破 说准副总统赖清德 要到美国访问 出席全美的 祈祷早餐会 创台美断交之后 我国访问华府 最高层级官员 他有机会 跟川普 还会见到面 好 再下来 怎么有这么白目的人呢 在今天呢 这个社会版的新闻报道 说有一个30岁的潘姓男子 他因为公共危险罪呢 遭到通气 四天前 他在台东 被警察查获 他谎称说 我去过大陆武汉呢 经过香港搭飞机 才回到台湾的 警方发现说 他还有发烧 吓坏了 如临大敌的 把他送到医院去看病 后来确诊 他只是一般感冒发烧 而且他根本 没有出境记录 虚惊一场 警方说呢 这个家伙呢 他以为 谎报去过武汉 就可以吓到警察 他就不必到案执行 结果现在是最佳一等 解除以后呢 除了这个借送归案 执行本来的 这个公共危险罪 另外又一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 也要移送地检署 并按侦办 好 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吧 再来这个故事呢 还让人蛮感 蛮感伤的 在高雄 港都客运 有一个夜姓司机 他深夜出勤的时候 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间出现了 急性脑中风 他人瞬间呢 就几乎瘫痪了 他奋力地把公车 划上了 撞上了这个路边的站牌后 才把车子停住 他忍痛叫车上 两个乘客说 你们赶快下车 自己随即就 瘫倒在公车的地板上 等待救援 当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呢 他还挂念着自己的职责 坚持要跟公司回报 才肯到医院 后来他在接触了 手术治疗之后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里面 昏迷当中 真的希望平安武士才好 好 这个是今天有这样的 一则消息 提供给大家 好 再来看一下政坛的消息 好 民进党现在呢 在大选胜选之后 在立法院呢 龙头 政府龙头 也顺利地当选 而蔡奇昌说呢 她说内阁 她觉得可以微调 可以纳入中生代 跟新生代 党内应该要 形成一个接班团队 这是小英连任之后呢 应该有一些权力上面的 要做一些布局 那在国民党这边呢 国民党主席补选 今天开始登记了 郝龙斌 江启臣的对决 空战 重于陆战 国民党的主席补选 今天开始登记 呈现的是前副主席 郝龙斌 跟青壮派的江启臣 两个人对决的态势 因为国民党呢 在大选中惨败 党内分析 这次选举的过程会单纯化 人头党员的状况 会降到最低 两方阵营 也都认为 这一次党主席补选的情况 不同于以往 党员是求变 亲切 所以空战 大于陆战 好 不过 国民党呢 这边要选党主席 党主席 新的党主席选出来之后 赶快整顿一下吧 因为呢 时代太不团结了 大选都输得这么难看了 在立法院的这个 龙头 政府龙头的选举当中 本来呢 说是要票 38票 票票入轨 结果还是跑掉两票 结果这个参选 立法院龙头 当然这个赖斯堡 他也知道他不会当选 因为人数上面 输给民进党太多了 但是竟然还有跑票 他忍不住在脸书上感叹 说为什么民进党 这么多人 他们都票票入轨了 国民党只有38人 却还没有办法做到 票票入轨 国民党党团总召林维州 呼吁团结啊 团结 强调会有新措施 防范投错票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这个新国会呢 朝野的进和关系 民进党说他们不排斥 跟小党合作 国民党说支持在野联盟 民众党还有实力说 看议题 看法案 再决定跟谁合作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在体育新闻方面呢 昨天晚上 乔科威奇小丑球王 再一次的在奥网封王 第八冠拿下来了 可以说是 也是除了拿下了 这个奥网的球王宝座之外 他也将会是 重登世界球王的宝座 而且蛮感人的是 他昨天穿了一件 KB的绿色夹克 为什么呢 他要悼念他的挚友 Kobe Bryant 所以他特别穿上了 袖有KB这样字样的一个夹克 好 今天的35分钟早报新闻 就为大家进行到此了 我是主播李亚元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早上再会 OK OK 谢谢观看